欢迎收看东张西望 今早凌晨三点多 在油麻地有一辆私家车失控 撞到路边的铁栏 还踩上行用路 私家车是有损毁的 而警方接报到场 司机不知所踪 现在还在找他的下落 出了事,汽车逃走 这些行为就真是很不要 偏安的东西更加不用说了 又有新招了 近日我们收到报料 有不少人都说 收到不明耐力的Facetime来电 他们会说 你的社交软件帐户出现问题 要跟着指示操作才可以解封 有人怀疑是骗徒所为 对啊 5月开始就经收到一些Facetime的电话 打电话 这几天就特别密 接着我有个朋友 他都接过这个电话 接着他说接了 是告诉他 他的WeChat里面 是开通了这么少的业务的 就要他配合他们的操作 如果你不配合 每个月等着扣钱 就是你WeChat里面 用这些红黑性的语言 令别人可能害怕了 接着他这么操作 可能会被骗 我觉得现在这些骗子太厉害了 另外一名同样收到这些电话的 观众黄小姐就说 受到很大的困扰 其实从前天到昨天 我两部电话 加加万万 我想有七八十个 加852指头的 不同的电话号码 Facetime来 我试过有两个 是不小心遮掩到 应了的 但是我将我的镜头 就向着天花板 他其实说得出我姓什么的 说国语的 还有他们那边打飞山过来 他们是不会开镜头的 全部都是黑暗暗的 可能剪圖 接着又再录你的声音 然后用新的AI科技 去找你的朋友借钱 扣钱等等 我觉得有机会会这样 他们就怀疑 而对方是想套取他们的声音 和样貌资料 到底现在AI的技术 是不是已经这么成熟 可以被骗徒利用作行骗手段 现在因为人工智能 发展这么快 我们见到很多人 经常有人用Facetime 用其他方法打来 然后就希望跟你视像对话 其实某程度上 他就是在录影你的样子 录你的声音 开始模仿你的声音 和模仿你的样子 然后再进行诈骗 那一般市民又可以怎样保护自己呢 当然第一是不要听 但可能他不断打你 你可以把电话放入黑名单 相信不少观众都认识 日本大卫王小林尊 他参加了比赛20年了 近日宣布退休 想养好自己的身体 做大卫王也有他的代价 希望将来在其他领域可以见到他 或者可以考虑做歌星 像这个年轻人 美女 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34岁的内地歌手华晨宇 大家叫他花花 2013年参加选秀节目快乐男星 获年度总冠军出道 他是首个在鸟筹开过唱的90后歌手 也是第一个在香港中环海滨 开户外演唱会的内地歌手 贵人出门招风雨 你来香港看演唱会这几天都下雨 会有一点担心吗 倒还好其实 只要雨别太大就行了 不要太离谱的那种大暴雨就还好 我们这个演唱会的形式 我觉得下雨天可能那个氛围感会挺好的 挺浪漫的 对 就是因为我很多的音乐 其实和这个雨下雨的这个天气 其实还蛮搭的 我们这个火星演唱会 它不同的天气会呈现出一个不同的面貌 花花的演唱会舞台设计 以镜为概念 日与夜影哲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海滨 但已經第三次來香港 之前都是來去衝衝 這次開演唱會之餘 還接受東章和勁歌專訪 就有機會品嘗香港的美食 奶油豬… 奶油豬 對…很想嘗嘗這個 還有打邊爐 打邊爐 對 有沒有學一兩句廣東話 跟粉絲朋友們交流一下 我會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華神瑜 哇,很標準 發發 很標準 誰就分明 這一句很重要 你知道靚仔是什麼意思嗎 靚仔嗎 是 帥哥的意思是什麼 對,是你的意思 那如果你的粉絲們都是靚女的話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差不多的 美女的意思 對… 祝你成功,玩得開心 好的,謝謝 謝謝花花 謝謝 亂按的就足夠 如果你亂問的就足夠 明星期就不要亂按的東西 修哥和家樂今天去茶樓吃點心 同場還有金融界專業人士 傳授防騙知識 真是雙重收獲 早前兩位幫銀行拍宣傳短片 教大家防騙 家樂即時學到東西 昨天有人打電話來 是 他說自己是執法人員 說我犯了法 是 然後他說這樣你也知道 然後他就說 如果你現在給五萬元的話 就幫你消災解難 就解決了 我差點想給的了 幸好兩星期前我生氣 我拍了這條片 我知道 就是這樣 我立刻先刺他 不好意思 我和家樂拍了一些短片 教了一些老友記 看看怎樣不被人騙 我有一句二十多次 對嗎 修哥就不斷吃那個難紛爭與餃 如果不是你 我… 你從哪裏吃到那麼多龍 對嗎 總括來說 是 這些防騙的東西 就非常有心得 沒錯… 我非常… 我拍完這五條片之後 我才學到那麼多東西 對 你不用被人騙 對嗎 十字架頭 你不是騙人嗎 看完首歌 咪在這裡 看電視就知道了 東章Plus也有報導 最近有一位女士 竟然拿起床褥坐丁丁 她還要站在司機後面 你看她好像很舒服地坐車 電車的上落位也很窄 很多人很好奇 怎樣把整張床褥拿到電車裡 還有這樣做應該會影響到其他乘客 所以車長也作出勸喻 而女乘客很合作地下車 車長做得好 我覺得應該頒個賬給她 你覺得現在的專型巴士服務 有沒有改進 有時也很好的 老人家坐好才開車 那些車是新淨的 冷氣也挺好的 專型巴士是香港最具效率 和最重要的路面集體運輸工具 平均每天載客量超過300萬人士 巴士公司的員工每天緊守崗位 為市民提供安全和優質的巴士服務 真是很值得加他 今天運輸署就舉辦了 巴士安全卓越頒獎典禮2024 表揚一眾巴士公司及員工 出席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 運輸及物流局常任秘書長陳美寶 運輸署署長李仲恩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明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教授 以及香港警務署總警司陳肖明 所有得獎者都是由各專型巴士公司 可以根據員工過往一年的安全服務表現 向運輸署推薦 恭喜各位得獎者 有甚麼心都可以分享一下 大山的彎道路窄更加留意、小心 有些牛隻和單車 更加小心彎位 每次開車都要專心、留心和別分心 我覺得做車掌除了技術和心態之外 肩負保障、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物 不斷提升巴士駕駛安全 是我們公司的事命 公公婆婆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車上會降低地台讓你們上來 這日的特別嘉賓還有Rosita郭柏妍 她自小就是一位巴士迷 最喜歡一邊坐巴士、一邊看風景 專型巴士每天需要長時間行駛服務市民 要確保巴士基件正常運作 需要一班在背後出色 和專業的技術團隊、工程師、技工 和駕駛導師等配合 希望各巴士公司員工繼續努力 用心為市民服務 回到東章西望,政府已宣布 將會立法禁止市民餵自野鴿 但我們今天收到報料 有一女士每天早上七點多鐘 都會去到紅磡這個地方 將大量的雀糧殺在地上餵野鴿 其實野生動物就有自己的能力去賺錢 是不需要人類去幫助他們的 但以下這個人都堅持要這樣做 究竟為什麼呢? 我們昨晚報道 有市民每天都會去猴子山 非法餵自猴子,風雨不改 今晚我們去到另一個餵猴子的熱點 執書閒頭,慘覺敗家 這隻猴子見到一地麵包碎 馬上享用頭為用膳 其他兄弟姊妹亦不客氣了 吃飽剩餐,吃點菜幫助消化 連野豬都來分一杯羹 他們旁若無人,吃得津津有味 這裡是連接明愛醫院 和港狗福德念佛社之間 位於程祥道的行人天橋 我們接到報料 只有人每晚都會在這裡餵猴子 除了弄到到處髒骯髒 還有參拜的善信被猴子襲擊 這位女士三年之前 我已經看見她在這裡餵猴子 朝夜的猴子太多了,這一、兩年 根本有時你晚上走過 有時經過你廟宇 去梳村或者去清晨道的人 都受到猴子的騷擾 這晚10點左右 攝製隊果然看到強哥口中 那位女士出現 見她推著貨滿野的手推車 從明愛醫院那邊走去行人天橋 你看,已經有猴子在供應她了 說時遲那時快 她倒了一堆麵包碎在地上 十幾隻猴子馬上開餐 野豬也乘搭桌子吃了一份 不夠吃,再餵多一袋麵包 那女士又搬了一大袋菜 上天橋,倒了地上 她又鮮女散花地到處撒花生 一群猴子和野豬大塊朵兒之後 只剩下杯盆浪跡 這件事是傳染疾病 老人家會跌倒,地方骯髒 我希望經過你們東張西網 把這件事綁存出去之後 希望這位女士收斂一下 他們吃完東西之後 那個環境和畫面是怎樣的 十號風球,成地垃圾 這個行為也會引導他們到市區 其實就是教識了馬路 原來這裡可以過馬路 原來沿著這裡走,就會有食物 我們不排除,牠保持這樣餵 牠就會教識,訓練馬路 去用天橋 而且會加快 牠從這邊慢慢移到市區的步伐 在攝製隊拍攝期間 就目睹有馬路想走入市區 而橫過高速公路 而發生險象環生的這一幕 Oh no,幸好牠看起來沒有受傷 真的一壓汗 攝製隊繼續追蹤這位女士 發現牠每天餵飽猴子之後 就會走到深水埗一帶,餵飽自己 牠之後就在附近周圍 收集其他商戶不要的食物和麵包 相信這些就是第二晚 再去餵自猴子的食物 由觀眾提供的片段可以看到 牠每天都推著這輛這麼髒的手推車 經明外醫院內部前往呈祥道天橋 因為香港的猴子有餵慣的關係 所以牠知道牠嚇人,牠會有食物 於是有機會 牠會有相對攻擊性比較大的行為 有機會嚇到市民 嚇到市民可能最後就是 通知相關部門去處理牠 不知道是不是這帶猴子的雜性 已經改變了呢? 有善信去廟拜神的時候 就被猴子嚇了,餓飽 當日我跟太太上來拜神 我跟太太每人都拿著東西 這兩邊站了很多猴子 我想大約八至十隻左右 應該是一點前,牠沒什麼動靜 我跟太太走過,打算直走直走就行了 走到這個位置 有一隻猴子在這裡撲向我太太的方向 我太太受驚,向後退了一級 剛好在後面亦都退了一級 推了太太 就是這樣? 對… 如果我不是在太太後面 我相信太太已經在這條樓梯掉下去了 當時你拿那兩個袋子 是什麼物料,是什麼顏色 都是那些膠袋,紅色或者白色 裡面都是一些水果和一般的製品 但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裡面一定有食物 所以一看到我們拿著這袋 牠已經一直跟著你 甚至搶牠之類 牠們的餓程度是怎樣呢 譬如現在我走過,牠就這樣 如果你用手去撥牠,就走 牠就… 牠就打兩隻牙出來 如果你真的走到牠身邊 牠就跳下來,整個嘴巴抹得這麼大 就是牠叫你回來 不是叫,就是咬你,就是說你不要再過來 牠,就是這樣,就是… 今年四月,本港出現手中人類感染喉口疹病毒 如果不幸被猴子襲擊受傷,應該怎樣做呢 這種喉口疹病毒進入到我們身體 通常一般來說是經傷喉 或者就是經我們這些黏膜 譬如眼、口、鼻等等這些途徑 接觸到它的體液 經黏膜要盡快用一些生理鹽水 沖洗眼睛或其他黏膜,起碼15分鐘 如果有傷口的話 我們要盡快去找有自來水的地方 用鹼液沖洗傷口,起碼15分鐘 要用消毒液去清洗護理傷口 這裡是沒有辦法,最終的辦法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不弄這一粒仔 那些猴子十隻八隻就會在棚頂等 讓人一拿這些製品出來 四隻下來就不見了八個橙 有一次最誇張的就是十隻下來 掃除所有桌面的水果 我覺得不應該餵 因為整個山上都有很多食物 其實他們自己找到食物 還有我們人類的食物 也不一定適合他們吃,對吧 這麼多添加製,我們已經吃得不太好 我放給動物吃 攝製隊拍攝當日真的來了很多猴子 他們聯群結黨,當家廟沒有染雞籠 自出自入 整個帳篷被他們拆了,真的很白癌 由於在鵪床裡放了不少水果和製品 所以猴子會不斷在外面徘徊 希望可以有機會吃到裡面的食物 而且我們期間有朋友喝一個檸檬茶 他有機會捉了一盒檸檬茶來吃 你看看他撕得多開心 貓仔和攝製隊當堂嚇了一跳 看來生氣的猴子不說得少 這晚趁著這位女士餵完猴子之後 貓仔和牠有過一段心情的對話 牠叫明姐 原來牠堅持每晚餵猴子 是有牠的苦衷 牠們也有生命的 為甚麼只這樣說著牠 牠吃光了就沒有了 我已經沒甚麼食物給牠 我真的很辛苦,坦白說 但我做了之後 不會像殼在家裡 靈魂就出來了 你知不知道這樣睡不著很辛苦 你有沒有說從何時開始 覺得自己和動物之間… 我病了之後,從2007年開始 做完手術之後,我就餵到現在 我一直都沒有生病 所以牠保佑我 甚麼已經餵了17年 但亂餵自野生動物是犯法的 明姐 有些人抓過、拔過、檢控過 不要說,一定有的 平時我也有餵貓 我既然掛牠的牌子是愛護動物 為甚麼我又可以幫到牠們 我也不幫,對吧 而且有很多人支持我 給我一些食物給牠們 我也很開心 我們關心動物,變成像做賊 我現在餵眾生 總之有生命的就是 如果真的很需要,我也要給 我快要70歲而已 我真的沒害怕過 不過我最怕人認得我 就永遠吵著我,我不想去 我不是害怕死 80歲,我還有氣力推上去 我也會推上去 牠說,牠罰我一萬多萬元 十萬元,我最多會坐牢 明姐每天都會推著 那麼多食物去餵猴子 那食物是從哪裡來的呢 所以就靠朋友 告訴我哪裏有,去拿吧 就這樣,不認識我那些人 以為我收拾東西吃 我神經病,現在拿工館 比收拾東西吃更好 至於被投訴餵完猴子 搞得環境衛生很惡劣 明姐就不認同 很惡劣嗎? 但是清潔工說清得很辛苦 她又糟了,她最好不用做 我告訴香港政府 如果你不用做 你不用請你家事作菜 而廟竹強哥對他在廟附近 餵猴子很有意見 明姐這樣回應 她當然不喜歡 自從我來了之後 她也沒有被人打劫 以前被人打劫 整個錢箱都被裁了 你有否查他的記錄 我保護了她 有時候輸出入入,阻礙那人發財 在我們多番要求下 明姐向我們展示 她的手推車裝了什麼食物 這個 那些粉 這裡有很多 濃郁就有這麼多 這些是多久拿回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河粉條 對…河粉條 那放了多久 有沒有… 已經隔了東西 那是有顏色的糯米飯嗎 我也不知道,拿起手 會不會是人家吃剩的 對,應該是吃剩的 你哪裡收集回來的 你哪裡收集回來的 有就收集 在哪裡 垃圾… 不是垃圾 總之別人不浪費 我又不浪費,就有了 好,好像一堆十樣菜 丟在一起 真是大開眼界 對於自己的位置行為 明姐這樣作總結 我覺得正確 正確,因為政府不理我們 只不過我做醜人 她做好人 有我們一批人,有他們一批人 一定有中有奸,對不對 你覺得自己是中還是奸? 我當然覺得自己是中 我們向漁護處查詢,回覆址 柱方去年共作出196宗檢控個案 當中110宗定罪 今年頭四個月 則作出30宗檢控個案 定罪個案就有44宗 餵眾生是明姐的信仰 但原來她不只餵猴子 一種動物那麼簡單 下一集,攝製隊繼續追蹤明姐 發現她還餵大部分人都害怕的老鼠 繼續留意通脹細亡 機場買東西吃貴就誰都知道了 不過原來機管局在20年前 推出了一個叫做價格保障計劃 就要規定機場的商品的價錢 是不可以貴過外面旅遊區的價錢的 即是說,如果你在機場分店買了東西 而同一天發現比在銅鑼灣或中環等旅遊區分店 是可以向機場申請退回差額或退貨 真的不說不知 如果觀眾你有試過的話 不妨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再見 立即店舖玩錢 不然就算是淋酒債這麼簡單 有觀眾報料 近日門口被人貼追訴大字報 欠債人原來是他已經二十年沒見的哥哥 又不是擔保人,對債項完全不知情 但是就不斷被收訴公司滋擾 更加試過被人淋液體在門口 蘑菇被牽連,可以怎麼做? 留意東張細亡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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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